7点17分早安气上时间 看到刚刚的窗景 高雄的阳光已经露脸了 但是提醒观众朋友 早晚还是要留意温度上的变化 尤其北台湾今天整天偏凉冷 外出记得要戴上外套了 我们首先带你来关心台风讯息 泥沙台风已经减弱为轻度台风 而另外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21号台风海棠已经生成了 但是它的生命期都在海面上 对于我们台湾的天气 不会有任何影响 倒是现在目前在菲律宾 东方海面还是一个大的低压带 有一个低压扰动正在发展当中 未来我们要非常关注它的一个动向 因为从目前来看 美军已经将它命名为92W 代表说它未来还是有可能 会有发展的一个机会的 而它现在预测的路径 可能会跟泥沙台风非常类似 一样是通过巴士海峡 往南海的一个方向前进 可是目前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原因是我们从美军 还有欧洲以及台湾的一个预测图来看 都可以发现 像是台湾还有欧洲就认为 它经过我们台湾的时候 可能是一个低压扰动 强度没有那么强 不过倒是美军则是把这个强度 稍微的提升了一些 所以说关于它的位置 还有到底会不会成为热带性低气 甚至是台风 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当然会不会引发共办效应呢 这个也是我们未来 还需要持续来观察的 不过也可以知道的是 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 或许是到礼拜天 可能也会受到它的一些南方水气影响 我们先带你来看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呢 水气比较偏少 但是呢北台湾整天还是烧凉 那么另外还要来看到 在礼拜六的时候 随着这一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热带系统 它慢慢的接近 当然外围水气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说到时候礼拜六的水气多寡 就要看它到时候离我们多近 而且它的下坠的角度跟时间点也很关键 不过回到今天的天气状况 水气还是有明显的偏少 但是呢在迎封面基隆北海岸啦 特别是宜兰地区降雨的时间还是比较长 那么大台北地区呢 则是比较偏向比较局部 或者是零星的降雨 中南部的平地还是多云道晴的天气 而山区会有一点点零星的雨势 所以说大家看到这几天 温度有明显的下滑 大家也很想知道说 那能不能洗衣晒背呢 带你来看到明后两天水气减少 那么来看到中南部地区的话 要晒背子是可以的 但是呢北部地区的话呢 要特别留意 因为阳光还没有到很温暖 所以说晒背的机会先暂时 但是呢可以洗衣服 所以说把一些秋冬的衣服赶快拿出来洗 至于宜兰地区哦 可能雨势还是会继续下 所以先暂时比较 那么温度方面来看到 在明后两天呢 今天的感受还是比较偏凉的 北部地区18到20度 不过明天各地温度都会明显回升 三到四度左右 可是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你要留意的就是日夜温差了 以上是这节的最新生活的气象资讯